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兩次我們講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科學家 他有天賦的才華 或者他非常努力 但是得不到公眾的認同 甚至研究成果 原本他可以成為一個有原創性的 但是都被人摧毀了 這個包括我們講的吳建雄教授 另外畜生北也有可能類似的情況 在外國有沒有類似的科學家呢? 其實有大把的 往往我經常覺得 什麼東西成為科學回憶錄的好題材呢? 就是一些悲劇的故事 因為成功的故事很多時候人家已經講過了 大家很容易也想到欣賞他的成功 這些是可以講的 但是你知道一個成功背後 應該有一百倍的人是被他踩著失敗了 所以在科學回憶錄裏面 找失敗者來做題材 應該是那個資訊裡面的故事是豐富很多的 但是又不可以說失敗了 如果今次是 是的 他經常說 應該說他是有很大的貢獻 就被人忽略了 我覺得也是我們幫他們去找回公道的一個好的題材 是 那你今天講這個人物 事實上就是一個所來的著名的人物 就叫Albert Russell Wallace 在新聞學上有一個的名字 大家查了幾百個都查到的 就叫Wallace Line 就是華萊斯線 我們稍後再講吧 但是你可不可以簡單介紹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如果簡單的說 真的很簡單 都是英國的自然學者 自然學家 就是我不會說 如果今天來講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 生物學家 物理學家 化學家 也有些人可能專門是研究自然生態 那些這樣的 可能是那些生態學家 但是以前來講 有一代的人就是專門去 叫做搜集這個自然生物的這個環境 那麼在英國的那個時代 就很多一些譬如地質學家 專門研究地質 也都有初代的物理學家 如果說到19世紀末 20世紀初 但是更加流行的那些叫自然學家 其實也是非常之流行的一個行業 那麼今時今日來講 你就不會再有這些行 因為這些行就慢慢分開了 就變成了生物學家 生化學家 甚至乎這個生態學家 甚至乎還有一些叫做地質學家 就依然有繼續在這裡 那就是因為那個行業分工愈來愈仔細 那麼這個Alfred Wallace 他跟達爾文一樣都是自然學家 那就是他去到世界各地遊歷 有很多的新發現 而由這些新發現 就給出了一些很驚天動地的新的學說 出來 那麼如果我都提到達爾文 那麼你都知道那個學說就是講演化論 就是講過他那本書就叫做 The Origins of Species 但是我就會說 是不是達爾文在那個時候 只有他一個有這樣的獨特的創建呢 那其實就不是 其實我就是想在這一節就講就是說 Alfred Wallace 在對於那個研究生命 和研究這個進化論 我比較喜歡用演化論這個字 研究這個演化論裡面 其實他是應該要跟達爾文齊名 但是而是今時今日來講 我們沒有什麼留意到他的存在 是 但是他跟達爾文的學說有分別 還是大部分人相同呢 我甚至乎會說 他跟達爾文同時獨立發展了同一個想法出來 所以誰高一點低一點可能不敢講 你說如果那個搜集量多和快手呢 其實就羅勒斯是更加多 即是更加多更加快 但是你說如果這個工作開始 早和拖了很久呢 達爾文就拖了很久 而Alfred Wallace 當時也知道 達爾文是有做一樣的工作 也都甚至乎大家有交換的意見 來去分享大家做的事情 而最後就很有趣了 究竟為什麼這個世人後世就會認同 是達爾文給出這個 首先給出這個演化論 我們就反而比較少提Alfred Wallace 那我也值得去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有些說其實他是比達爾文先少少的 如果寫成那個結果 似乎就是他比達爾文完成得早的 甚至乎一直有發表一下 但是達爾文的問題我們之前講過 就是他寫了他不想發表 就經過三催四請才是先發表 所以大家知道 都是他想很早的 但是這個Alfred Wallace Wallace 有一個很厲害的情況 就是他周遊列國 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東南亞好像他去了 對了 你跟達爾文做了一個比較 達爾文去那個小獵犬號的旅程 主要集中在南太平洋 他最能找到寶藏的地方 就是在智利南部的火山島 還有一個今時今日 還有很多海龜的地方叫Galapagos 也是在智利對西面對出海岸的群島 這個就是那個小獵犬號有遊歷過的地方 這個自然學家能夠找到這麼多的自然生態 令他可以達成這個結論 首先就是說 他真的要去很多氣候和地質 自然條件很不同的地方 另外就是說 他通常都要在一些群島那裡 才能夠找到最好的結果 因為在整個演化論裡面 除了你只是說這裡找到隻鳥 那裡找到一條蟲之外 你只是找到一些東西多 是不足夠的 你能不能夠找到一些東西多到一個地步 你可以看到他們中間有些什麼相似不相似 甚至看到由一隻和第二隻之間 會不會有些其實多到一個地步很連續的變化在那裡呢 那會不會看到那個生態 只要大家同一個環境但是差一點點 你在這個島和我那個島 就會有一些島和島之間的環境的輕微差異 都能夠令到同一個品種會出來的特徵會有一點點不同呢 那達爾文在加拉帕哥斯那裡曾經是研究一些小鳥 研究小鳥的嘴 究竟他這個嘴究竟是扁一些 縮得厚一些還是凸得出一些和尖一些呢 其實完全就已經是 由這些這樣的觀測那裡 這些資料裡 慢慢就幫達爾文形成了一個想法 就是說 大自然環境和物種本身的特徵形態 似乎是一個相互作用在那裡 而背後的力量似乎是一種無形的自然競爭的力量 就是那種自然的選擇 就令到他選擇了這種差異下來 所以為什麼你說得達爾文 就一定要看他的筆記 他的手稿 看他怎麼搜集資料 還有就是更加不可以不提他在Galapagos那裡的故事 另外就是達爾文他自小也很喜歡在英國 周圍去找甲蟲 我自己也有跟學生說這個故事挺有趣的 就是他小時候是一個整天很害怕 被長輩說他有欲這個祖宗門眉的一個人 就是整天都覺得你不要做了些事情 又沒有成就熔熔滴滴滴過一生 然後令到祖先引你為恥 經常很害怕這件事 在這樣的陰影之下 於是令到他很自閉 寧願去草地捉甲蟲 也不去做其他事情 達爾文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他看到很多種不同的甲蟲 他也能夠分辨到他們很微細的差異 哇!這隻沒見過那隻沒見過 突然間有幾隻都沒見過 我真的很想重新回來 他左手握一隻 右手握一隻 第三隻握不到 他怎麼做呢? 於是將其中一隻擺到口裡 想捉另外一隻 結果口裡被甲蟲咬到辣了辣 最後就噴嚇出來 然後幾隻都沒有了 這就是達爾文自己的故事 講完了 回到Alfred Wallace Alfred Wallace 他選了另外一個地方 來做他的資料搜集 他一樣就是 去到遠東做遠洋航行 當時應該都是 因為英國說 你一定是跟東印度公司 他們的船隊到處去 而且就是說 也都跟隨那個 當時來說 這些商人和軍人的身份 也都物不可分 你這個船隊裡面 既有是軍人的身份 商人的身份 學者身份的人也都有 如果你說的 新加坡的第一任 那個總督 Ruffles 他自己本身是自然的學家 都是 很多時候這些人 一個人是戴上幾個身份 達爾文自己本身 他也有一點 傳教士的訓練在背後 那 那 好了 那 Alfred Wallace 他去找 他的 我叫他的 遊樂場 就不是加拉帕哥 但我會認為 是一個比加拉帕哥 可以更精彩的地方 為什麼這麼說呢 如果你說這個世界上 海洋生物的多樣性 你很多時候就會想到 澳洲大寶礁 其實就是由澳洲的北面 一直沿著那個尺度 印尼的地方 就是最多貴架魚吃 那堆漂亮的深海魚的地方 其實那個物種的種類 是最豐富的 珊瑚種類更豐富的人 令到就是連那個 魚的種類更豐富的人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這個就是跟太平洋的海流有關的 那裡有幾度不同的海流匯聚 那些溫度非常適宜 那所以那裡 那個海洋生物物種多樣性非常豐富 也都引申到就是說 令到那個自然生態 那裡有很多群島 你看回地圖 那個印尼整個群島 由西面到東面 復原很廣泛 很多細碎的島 那基本上 Alfred Wallace 他基本上在這堆印尼 澳洲 加上新加坡 和馬來西亞這些地方 周圍去坐船 去騎來騎去 當時沒有飛機飛 那其中 停留得最久的地方 就是一個叫 Jailulu Island 今時今日那個島 就叫做 Helmahera 這個島 就是印尼比較靠近 巴布亞新基內亞那邊 比較東面一點的其中一個島 那它在那個島那裡 就是駐紮 駐紮 搜集很多不同的生物的數據 也有去新加坡 也都在各地那裡 去搜集那些標本 最喜歡就是找標本 還有看看新的東西 然後就嘗試從這些 這麼多種不同的生物裡面 去找到一些圖案出來 其實有證據顯示就是 Alfred Wallace 他在Jailulu Island那裡 去研究的時候 已經能夠獨立地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應該那種生物的多樣性 是跟那個自然的演進物不可分 好啦 那大家看這幅地圖就看到了 那它那個情況 如果去到這麼久的地方 第一件事 會不會有病呢 第二件事 它儲回來的標本 會不會消掉了呢 其實很大的風險 你去到這些地方 都不只是在說他們 就算那些軍人 那些船上的人 很多時候 都會在不同的地方染到病 染到藥疾死的 也都不計其數 所以在那個遠洋航行的時候 當時能夠發明到一些 能夠治療藥疾的藥物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麼說 這些東西 後來已經變成了 一個諾貝爾級數的發現 但是在Alfred Wallace的時代 應該就還沒有這麼好的東西出現 嗯 這裏也都關乎到 就是說 達爾文和Alfred Wallace 那個命運 為什麼最後的分別這麼大 如果照計來說 剛才講到一點 Alfred Wallace 給達爾文去到一個更加寶貴的地方 找到更加正的數據 然後他們也同期 甚至乎 Alfred Wallace 是資訊量不會比達爾文 還要快手一點 他甚至乎跟達爾文說 我準備去公諸於世了 我都知道你在做什麼事情 你都不要停了 你有想到你就 公諸於世了 都一起這樣 然後你要公諸於世 今時今日你就把它寫成一篇論文 寫成一本書 然後在網上發表就可以了 就算你不想印出來也好 是不是 但是以前呢 在一個這麼遙遠的地方 在地球的另外一側 你想把你的這樣的研究結果 拿回去英國那個發表 你真的要寄一些東西回去 就不是說只是寄一篇文章回去 你最好就是說 你那個文章就有了一些的證據 就是說 你那個文章裡面講到 有些東西有三頭六臂的 我怎麼相信你呢 你真的給了一個標本出來 然後就告訴你 我們這樣東西 你這個東西見過沒有 這個東西我在哪裡找到的 現在就是我 我叫人寄回來給你看 於是乎 無論達爾文和Alfred Wallace 其實都成為一個 當時那種叫做 自然界的KOL 因為他們經常找到很多新的資料 隔幾個星期就有新的東西發表 來開大家的眼界 所以他們的熱率是很高的 就是抵他們這麼高的 那達爾文雖然沒有把那本 《物種起源》寫成出來 但是中間的過程裡面 很多細碎的資料記錄 就不停地由船隊幫他寄回來 甚至乎他們會把那些標本 存在船上一下子就寄回去 那無論Alfred Wallace也好 達爾文也好 那當然了 這個又很慘了 Alfred Wallace中間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呢 他曾經有儲存最重要的那個標本 那條船就燒了 這個故事不只是發生過 在Alfred Wallace身上 就算是Ruffles 他們都喜歡做事 都試過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似乎就是阿達爾文 幸好也有些東西留給大家看 之餘 也都一直能夠這些這樣的標本 甚至不一定標本 是活體的生物 運到回去也都可以讓大家去看到 然後就配合了他的出版 而似乎Alfred Wallace 阿達爾文也是一個挺有 挺新史的人 他很清楚這件事是達爾文做先 而達爾文搜集的資料也不少 大家也知道達爾文一直有新的發現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Alfred Wallace自己都有 於是在他自己發表之前 他有跟達爾文去做溝通 而最後為什麼他忘記了呢 就是會被忘記呢 會不會就是跟他很多的標本 不是由他比出來有關呢 那現在就成為了後世一個討論的話題 我們又不可以算他是悲劇人物 只不過就是他沒有這個大英文那麼出名 但是進化論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一個人想出來的 但是這個基於什麼就是英大英帝國 他有不同的殖民地 而可以造成這件事 所以那個進化論在英國特別是發揚光大的話 我相信和這個英國本身 當時他們成為大英帝國有一定的關係 還有你看到後來大英帝國很快就把這種學說 是運用了自己去施政那方面 那譬如為什麼呢 石尼貝那些猴子在哪裡來的呢 其實英國人從印度帶過來的 就是為什麼帶過來呢 就是因為他希望可以帶過來之後 幫忙吃光水塘周圍那些有毒的植物 那基本上就是英國人運用了自然演化這件事 就引入生物種來去幫他處理一些問題 那這個完全是演化的故事來的 那而這裡又有講少少一個呢 純粹是江湖傳聞 現在我也找不回文獻去證實 但是一個老前輩說過給我聽 就是說Alfred Wallace 他除了在Jalolo Island停留了很久 其實他花了很多時間在新加坡 甚至乎在新加坡那裡 幫忙提供很多資料 去有份去刺激到新加坡去建立一些 自然的一些資料庫 甚至博物館這些 而這件事是得到當時駐新加坡的駐地總督去支持的 因為大家都是有這樣的共同興趣的 喜歡儲物的 而他們去儲物的時候 除了自己親自去捉回來 也都會周圍去問人幫他留意一下 有沒有些東西寄回來的 那相傳很有趣 應該就是Alfred Wallace 他在這個新加坡的時候 似乎有直接和間接 是要求寄信去香港那裡 問香港拿標本 而當時香港的總督是保齡 但是這個故事 究竟有沒有一個確實的文獻 找出來呢 我純粹找過就沒看到 但是相傳就有這樣的故事 因為其實他們真的的確是周圍寫信去 周圍去問一下英國的各個殖民地 那裡會不會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這樣 如果有的可不可以幫我們寄一些過來 讓我們坐下 於是乎就一起 讓我們的專家看過整理過之後 就將它寄回去我們的大英博物館那裡 不一定大英博物館 總之是寄回去英國那裡去做進一步的研究 那整個學術研究系統 和自然測量系統 是和它的通商船隊和它的軍隊 同時存在同時運作的 那剛才你說的 我相信應該在哪裡找到呢 就是在倫敦自然博物館 不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 但是結尾可以說你的故事 都是你說的我才會想起的 就是在港島區有一條道 保齡道 是是是 根據它的命名 那第一件事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現在正在是 身陷領雨的毛孟靜的丈夫 是寶寧家族 就是這位寶寧總督的後代 是 而現在這位寶寧就是 一位歷史學家 他最近有一本書 前幾年都沒有他最近有一本書 就是專講東南亞的歷史 相信應該是有點淵源的 是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在背後 其實你看到整個那個 就是當時大英帝國 他在遠東設立殖民地 就是他做的事 除了服務他的商貿之外 你會發覺很多 真是他把文明裡面其他特徵帶來 對於那些生態的研究 甚至乎就是 你說如果說 無論是香港大學的建立 最開始其實為什麼是 那個有個西醫書院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研究這個 在香港甚至乎東南亞的風土病 你在那裡有個風土病的研究 知道這些東西怎麼醫 有這樣的功能在那裡 其實一下子就把那些比較現代的醫學 那種學問研究 都一次過就由西邊帶來東方 那還有的 大家如果去公立圖書館 現在有很多幾十年前出的事情 香港建國出的花圍的研究 香港樹木的研究 香港昆蟲的研究 那我相信是跟英國的人 一種習慣有些關係的 他們Naturalist 就是自然學家 好今天很豐富的內容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好不好 好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請LAINE ac… 請你按讚 請到這裡